我的好朋友胡歌 胡歌堪称我们单身界的一股泥石流 跟他合作过的很多演员 现在已经步入了姓胡的婚姻当中 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 谁结婚 大家都排队跑到胡歌的微博底下去安慰他 甚至还有人非常过分地说 该不会吴磊结婚的时候 你还在当伴郎吧 所以我觉得这种说法不好 因为胡歌自有自己的计划 有自己的安排 不过有些人是用另外的思路 去解读这个问题 有人说胡歌是演艺圈的吉祥物 只要跟他合作 事业也好 家庭也好 爱情也好 都非常非常会有新的起色 所以大家都抢着跟他合作 那我今天就很欣慰了 因为我最爱的小谷赵丽颖 今天非常开心 看到你跟胡歌终于合作了 我这话没有问题 合作在一起也是合作 对吧 怎么呢 就是我说一句 今天赵丽颖是代表花仙谷来的是吗 其实他原本旁边做的应该是霍建华 但是众所周知的原因 霍建华不能出席了现在 所以我是替霍建华来的 好 我说完了 胡歌有的时候单身 他要坚持用单身的方法虐我们 你们发现没有 好的 那么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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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